这个抱着瘫痪妻子上卡车的男人叫徐江明 2011年,他的妻子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 为了生活,他只能把瘫痪的妻子带在身边 一边赚钱养家,一边照顾妻子 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仔细细的先把大货车检查一遍 确定没有任何问题,才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然后回屋,把妻子抱上车 为了保证妻子的安全 这个座位和固定方法都是徐江明自己花费很长时间 为妻子专门设计的,十分的结实 光是安全带就有好几道 一起开大车的师傅们都特别佩服徐江明 每当从徐江明对面开过去 他们都会鸣笛表示质疑 他们都被徐江明对老婆这种不离不弃的精神感动了 徐江明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瘫痪的妻子抱下车 然后放在怀里让妻子半躺着伸展一下身体 因为他知道妻子坐一天肯定很不舒服 所以他就会先抱着妻子哄哄妻子安慰妻子 等到妻子有了笑容 他再把妻子放到椅子上 然后他就赶紧去做饭 做完饭他也是先给妻子喂饭 妻子的嘴不容易张开 每次都是喂一半撒一半 徐江明就会耐心的给妻子擦干净 等到妻子吃完了 他自己在吃的时候饭菜早已凉透了 晚上九点多徐江明收拾完厨房就开始给妻子洗衣服 妻子大小便湿尽 衣服每天都要清洗 为了让妻子舒服一些 徐江明经常给妻子洗头洗澡 每次洗澡都是大工程 妻子坐不稳也不配合 话还说不清楚 经常发脾气 徐江明只能一边洗一边哄着妻子 常常累的是满头大汗 而做完这一些 徐江明还不能睡觉 他还要帮妻子按摩 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月 而是一年又一年看不到尽头 可徐江明从来都没有一句怨言 他说我是他老公 我不照顾他 他还能靠谁呢 有时候实在是太累了 他就买一瓶啤酒喝下去 小睡一会儿 但是也不敢睡得太久 因为他担心妻子叫他 他挺不到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老婆还没有好呢 我可不干了 现在妻子的右手已经恢复了一点点知觉 每次丈夫抱他的时候 他总是用右手牢牢的抓住丈夫的衣服 在丈夫的怀里 他也会把脸贴在丈夫的脸上 徐江明说老婆没有生病之前特别能干 每次跑车回来 总是能吃上老婆为他准备的香喷喷的饭菜 家里的大事小事也从来不用他操心 结婚二十多年 连小争吵都很少 现在他生病了 能依靠的人只有他了 不管多难 他都不会把他丢下 大家看完徐江明的故事有什么想法呢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好